來囉 等我下喔 我的網路斷掉了 大家晚安 等我一下喔 哈囉 有了 大家晚安 好人晚安 洛克晚安 Yuna晚安 哈囉果凍9號 嗨嗨晚安 帽子晚安 正元晚安 我剛說晚安還五安啊 坑坑晚安 超日紅晚安 哈囉 Kiwi晚安 阿比晚安 謝謝竹倫的小號角 哇哇 哇哇 嗨嗨 好好晚安 謝謝終影的文首禮 哈囉 謝謝小寡面堅的真情告白 好評修者晚安 企兒晚安 周圍晚安 羊公公晚安 哈囉 Kiwi家 新鮮檸檬晚安 謝謝台中 唱唱的浪漫玫瑰 小野木晚安 上次沒跟到 上次 為什麼沒有跟到 是因為在準備期中考嗎 最近好像 呃這個禮拜好像聽說是 期中考週 對所以大家好像 比較忙 哈囉 KHJ晚安 親情這麼好 每天都心情很好啊 Mina要考試 Mina沒有要考試 可是 因為大家最近要 有一些人要準備考試 因為我的粉絲還滿多 都是學生的 所以我最近就不好意思太常發文 我怕大家會太想我分析 應該這禮拜就考完了吧 這禮拜過後我可以每天發文了嗎 大家考完了吧 還是有人要拖 有些老師會喜歡拖很久 可能到下個禮拜考 有的會提早考 有的會比連晚考 今天有種玫瑰口味馬卡龍的感覺 我嗎 我看起來像馬卡龍 很好吃是嗎 明天就考完了 好那大家等我 我有很多照片 因為最近真的想說大家在忙 我不好意思讓大家分心 對 最近有好多好聽的歌 怎麼辦要聽哪一首 Overdose好了 哈哈哈哈 邊掛聽 Mina直播邊念書有幫助記憶的功效 是嗎 是嗎 大家如果 要準備考試的話 我上次是播多久 我上次是播兩個小時嗎 那我今天播短一點 大家趕快去讀書好不好 幼稚園畢業考 幼稚園畢業考 什麼這裡有幼稚園的 這什麼理由 我怕大家太想我會分心 沒辦法好好考試 哈嘍 哈嘍月恒晚安 誰跟你們是幼稚園的同學 我可是大學生呢 謝謝下來的猪猪鳥 我今天 我今天沒有畫塞好 但看起來好像有點粉嫩 要畫一下嗎 忘記畫了 畫一下 被揪了才發現我沒有塞 哈哈哈哈哈哈 怎麼辦最近真的很愛這首歌啦 就聽到就 就很很磨很像 那一支點水 所以聽到會忍不住想要動起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但我不會唱 課多了 我沒有課 課的是你們好不好 課的是你們好不好 看看握手會的花絮 一般的路人粉絲經過 會怎麼看待我們家民粉 會以為 會以為 Mina是什麼很奇怪的小偶像 奇怪很久的 你才奇怪 你們才奇怪 哈囉勇哥晚安 我本來就是最奇怪的人 我好歹也能模仁樣的今天 謝謝台中腸腸的文手禮 以為大家都習慣米粉醬 每次米粉都出其不意 我都 我都想不到你們 誒 謝謝 QMK的啾啾牛 剛剛是不是有個人啾我 我沒寫到 是誰 誰剛剛啾我 榮哥 謝謝榮哥的啾啾牛 說的好像只有今天正常 我今天蠻正常的吧 對 那個連打碼都省了 誒真的誒 真的誒 那是唯一一段可以直接使用粉絲的 消香 哈哈哈哈 謝謝賤漢的一顆心 大家笑得很開心 我當時我也是笑得很開心 哈哈哈哈 沒有我真的不記得 我真的不記得我有講過 教大家穿什麼緊身衣這種事情 另外的staff用關愛的眼神看著你 我已經不記得那天有多 就是有哪些人進來了 就是我已經猜拳猜到就是 花衣人生 想說到底有幾輪啊 我教出來 我可沒有教米粉這樣子啊 七七怪怪 但是蠻好玩的 我只有說黑衣 你看是你們 曲解我的意思 我才沒有叫大家穿什麼什麼 你們彩色緊身衣 謝博承的告白祈求 而且我怎麼會想說 怎麼會有一些穿著緊身衣的粉絲去找我 我也講說奇怪 我想說我什麼時候說過叫大家穿緊身衣 我什麼時候有這種癖好 我都不知道 因為像之前大家輪番帶爆炸頭來找我 是因為我有說過我喜歡爆炸頭 那這次我就想著 我什麼時候說過我喜歡緊身衣 連身衣 那要穿什麼顏色 不是根本不是顏色的問題 是 是連身緊身衣的問題啊 米粉還都拆書讓Mina開心 哦對耶 米粉也未免太貼心了吧 你們還故意拆書我 真的是不簡單 但I guess this love is just like a girl 大家裡面的姐姐跟附近的成員都跑過來看 你們不覺得羞恥嗎 你們都不害羞的嗎 還是因為臉遮起來所以就不害了 好啦你們真的是很有勇氣 勇氣可佳 希望經過那天的握手會之後 就是 其他路人 路人粉沒有因此而 對於倉鼠國感到畏懼 好來關心一下可疑人士 米粉裡面有大量的可疑人士 下次穿潛水衣 潛水衣就是跟連身衣不是一樣的東西嗎 以為是什麼邪教 其實也算是 其實也算是某種程度也是某種傳教式 就是宣揚我大倉鼠國的邪魔歪教 我們的理念是世界和平 我們要把世界變可愛 還要處處充滿愛 偷換主教我自己當 好我在偷唸歌詞 看那畫面不和平啦 是蠻和平的啦 畢竟我都一直贏啊 你們一直讓我 我都不好意思了 因為我平常插拳就很爛 謝謝Akira的啾啾娘 對阿 對阿 要處處充滿愛 就是充滿愛的世界 謝謝Derekker的帶你去流浪 拍手的開頭是姊姊要我 開頭所以拍的嗎 算是吧 算是吧 就是 因為我是第一天的第一部 然後姊姊在拍的時候 就叫我 叫我講一下 感想什麼的 所以我就 我就拍了 拍了手 我不知道會拿來當開頭 但是 如果要錄感想的時候 不是都是會拍一下 就是打反一下 這樣子 他們會比較好剪接嘛 所以我都會拍一下 然後因為我那天真的很興奮 就是 握手會 第一天第一步的 我超級興奮的 就一直很雀躍 就是想說 怎麼還沒開始啊 然後就看到姊姊拿著攝影機 姊姊姊姊姊 還沒有開始 我現在就好想要講話 就是太久沒有 講很多很多話了 就有點迫不及待 然後就 在等活動開始前 就抓著攝影機 就是 拚命講話 但是很多都被剪掉了 我講話太多了 因為太興奮了 就 那就沒有見到太假 上班就很雀躍 上班 握手 握手會算是上班嗎 好像也 我不知道 算不算上班耶 要怎麼講 如果講上班的話 感覺是那種 為了應付而 去做的事情 的感覺 叫上班 可是 我總共我是真的 真的很期待耶 就很想趕快跟大家說話 就很興奮 真上班路的部分嗎 一大早奔跑的倉庫 這個是日常啦 好不好 只是我那時候真的沒有 我沒想到大家會在那個地方 對 因為我平常 我平常 去公司都是用跑的 幾乎常常都是 尺寸 我沒有很雀躍 我沒有很雀躍 這種心情我哪有雀躍啊 我想說Mina一定是看到前面很多粉絲 所以雀躍的奔向我沒有 我只是很著急想說完蛋了 要遲到了要遲到了 所以才跑步 才沒有雀躍 而且那天或者會就很多人 因為有看到我早上要奔跑去公司 然後就問我說 好早上是不是遲到 我就想說沒有好不好 我只是怕遲到 所以才用跑的 那至於上一次的公演 上一次的公演 不能調錯了 上次公演是真遲到 是真的真的睡過頭了 這個是不一樣的好不好 快要遲到跟真遲到是不一樣的 但其實好不好 我可以的話 當然希望可以避免這個狀況 但是呢 但是呢 總是會有很多的狀況嘛 對不對 集合時間比較長一點 真的啊 我是說認真的 我們的那個集合時間 都會抓半個小時 因為成員很多嘛 然後如果有些人 集合時間到的還沒出現的話 趕快摸他 人家從 就是如果有些人是睡過頭 你馬上摸他 他半個小時還到的了公司 但如果是我的話就到不了 因為我們家太遠了 旁邊都是陪跑員 哪有人陪跑啊 你們明明就在終點線迎接我 哪次不知道什麼 這樣好像我每天遲到一樣 並沒有好嗎 我都很準遲到的 沒事了 我們早上就是要用跑步開啟我們美好的一天了 而且那天天氣這麼好 然後松煙附近又是綠意盎然的 這個是多麼適合城跑的一個地點 對不對 陪跑我會嚇死吧 也還好啦 我應該會笑出來 陪跑你們會追不到我 我對於這個倒是挺有自信的 如果有一天我跑在路上 然後突然有人跟著我一起跑的話 我可能會有點怕怕想說 這個人為什麼要追我 可是我 同時也會很high吧 就是想說 他一定跑不過我的 畢竟我可是有練過的 阿姨有練過 阿姨平常都跑10公里10公里的 不怕 邊跑邊喊不要追我 那個是狗狗吧 哈囉 阿可 晚安 多快Mina你們都運動到了 你們有運動到嗎 不過確實阿 握手會 雖然我的上下半路並沒有到很多 但是我覺得握手會粉絲們都有充分的運動 就是大家會一路互勝我們 阿姨平常都會有充分的充分的運動 姊姊剪了35分鐘 欸說真的我都還沒看完 我沒有看我特地先找的那個片段 因為我覺得那段真的是 這是握手會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 對 希望是最後一次啦 我不知道之後還會不會看到這個 或是下次你們要玩別的新花樣 當然就是蠻特別的一次經驗 對 很特別的片段 應該其他粉絲可能 不知道看到會不會覺得 欸 蠻特別的 也想要入坑 還是嚇到想說 這群奇怪的粉絲 應該泛水偶像吧 應該也是奇怪的偶像 上下班路根本一百公尺障礙 但我覺得是如果我們的粉絲 不夠多 就是如果我們的粉絲 因為我們現在的狀況是怎麼樣 就是呢 就是粉絲大概 就是一個手掌這麼快的粉絲 然後我們會這樣走走走到這邊之後 然後粉絲在 就是從後面 然後再跑到前面 然後就再這樣 然後再這樣往下 可是如果今天我們的粉絲有一千 兩千個粉絲 的話 你們幹嘛連跑的地方都沒有跑 沒有得跑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的粉絲一定會一邊就是這樣子 你們就不能這樣子 然後再跑過去 跑過去 跑過去 對對對 就是那種 人數 就像那時候廉價的動物園一樣 不是聽說廉價的時候 去動物園的人 就是從捷運站出口 一直到排到動物園門口耶 超級長的 你們會往外擴 你們就是我的那個啊 我的 怎麼講人家會走紅毯 我們是 人形 人形毯 人形 人形 好難解釋喔 好難解釋喔 你們 米粉的話是綠毯吧 人家走紅毯 我走綠毯 就大家會在我的兩側 這樣子 可是綠綠君 還不夠多 而且甚至 就是 綠綠君大概就是 二 二三十個左右吧 現場看 但是如果可以到一百個 兩百個綠綠 小綠綠的話 那就很 壯觀 對 可是呢 可是呢 很多 很多米粉自己也不 不穿 我的 綠色的神男體 因為覺得不好看 對啊 很多米粉都不穿 如果穿的話 就 就壯觀了 好啦 反正 對 今年出新的 我一定跟大家說囉 今年的非黑及白 就是一個 欸 我剛才 那樣是不是很想講這樣的話 不是黑的 就是白的 就是這樣子 所以 大家到時候 活動再不穿的話 那就不應該了 這色真的超級 日常的 我自己會每天穿的那種 就是這樣啦 就是這樣啦 走綠毯要趴在地上 是多想被踩 是多想被踩 我以前小時候很常幫我爸爸踩背 因為我很 我的體重剛剛好 就是可以踩在人家身上 但是 不會斷掉的那種 體重 對 就是 小時候啦 長大我沒有踩過我爸 我長大踩我爸的話 我是 不孝女欸 我小時候很常踩我爸的 的背 對 就是會在我爸的背上走來走去 對 因為我爸以前是開車的 就是他每天這樣坐著會有 職業傷害 所以他回家的時候就會躺平 然後叫我踩他 然後想說小小隻的嘛 體重又很輕 然後就會在我爸背上 踩來踩去 真的踩 踩背的時候不能穿鞋子 會出人命的 我爸的背是怎麼可以走來走去 就是 其實是有技巧的啦 就是 要有點像走獨木橋的那種方式 這樣子走走走走走一個圈 我剛才的首次感覺很像 在爸爸背上跑超長 爸爸的背很大 你們沒 你們沒在爸爸背上跑過 爸爸背很大 這麼大 我都在上面這樣 跑來跑去 我以為大家爸爸的背都很大 不然 父親的背影 你們沒看過嗎 父親的背影 很大 很大 怎麼會在爸爸背上跑步啊 我從小就在我爸背上跑步啊 所以我長大跑步才這麼快 其實我跑步也不算快 我跑步速度其實算是 中上 對 只是我 長跑比較擅長 就是耐力的部分 對 採爸爸被採到幾歲 採到幾歲 大家都 國小畢業之後就不太有 不太採了吧 我記得 應該說 因為國中中我爸也一定不在了 不是不是不是 他就不在台灣了 對 所以 就 也沒有機會採他 爸爸車還在嗎 不在啊 就是 國中的時候就賣掉啦 他就不在台灣了 恨的時候有採過 沒有恨的時候 我根本不會想要跟我爸說話 我也不會接觸他 對 就是我生氣的時候 會自己一個人 生悶氣 有成員跑步 有成員跑步 贏得了我嗎 嗯 要看 比 長跑還是 短跑啦 如果長跑的話 我是蠻有自信的 不過 年輕的妹妹 可能沒有特別練體力也蠻好的 所以也不一定 如果是短跑的話 短跑的話 我覺得 可能很多成員都能贏我 年輕就是本錢嘛 講話好像背影都踩爸爸 現在一樣 沒有嗎 我跟你們讀的課文不一樣 是不是 在粉絲的背上跳踢踏舞 那我先換那個高跟鞋 我爆發力沒有到很強啦 對 哈囉 明力晚安 可以跟小羽比跑步嗎 哇 跟小羽比跑步 不知道欸 這個差了一輪以上的 這個競爭 一輪之爭 我其實不知道欸 是 因為年紀小的話 你跟大人比賽 你一定比不贏 可是如果是在一個 可能國中高中 算是巔峰時期的話 可能又 會特別強 所以我有點不知道欸 而且小羽 現在好像已經 他已經 跟我一樣高了 或是他可能已經比我高了 就是 我可能 一個禮拜見他一次 然後每次見的時候 都覺得 欸 奇怪 是 又長高了嗎 每個禮拜都覺得他在長高 小羽長很快 其實 對 看小羽的身形 就知道他以後一定會長很高 我覺得以後 可能是下一個熊妹 對 肯定會有170的 我上次問的時候 他說他157 但視覺上看起來比我還高 腿長的會跑比較快嗎 沒有欸 其實 就以前 以前在班上的經驗 腿長的都跑得比較慢 就不知道是不是那個 就是傳導神經比較遠一點 就是 對 你看那種手長腳長的人 他其實 運動細胞通常都沒有太好 可惜TP運動會沒有馬拉松 對啊 如果有的話就好了 不過我覺得有大隊接力 就已經不錯了 因為大隊接力算是蠻經典的 如果是馬拉松的話 要耗太長的時間去拍攝 而且 應該很多成員身體也負荷不了 就到時候 跑一跑又要上醫院的話 就是太不符合成本了 對 不是每個人都像我這麼愛跑步 就是 馬拉松這種的話 我覺得如果TP要辦的話 就是自由報名 會不會做到只有我一個人報名啊 我直接不用跑爽贏欸 因為如果平常沒有練習的話 你突然要跑馬拉松很長距離的話 一定身體負荷不了 一定會 而且很多成員身體真的很不好 就是有練習練昏倒或是什麼不舒服 的狀況 我算是很健康的 我從來沒有昏倒過 如果是馬拉松單 那大家應該會 大家應該會 爭取看看吧 相信大家會的 但是TP沒那麼敢玩啦 就是連日本 日本也沒有辦過馬拉松單吧 日本 猜拳有猜拳單 可是你看在TP 猜拳 猜拳第一名 也沒獲得一首單曲啊 就頂多只是一個 副錄取 而且也 甚至沒有拍MV 就是 TP不敢這樣子玩啦 日本的話 倒有可能 日本很多成員會去跑馬拉松 真的喔 還是說馬拉松在日本算是很 很 人氣的一項運動嗎 運動場跑5000公尺 已經是極限了 那就跑兩圈啊 欸 也不是欸 也不是幾圈的問題 我平常 如果要跑10公里 其實我根本沒有在算我到底跑幾圈 因為我就是算公里數 我就是一直跑一直跑 真的 那其實 我也是 我其實也不是 好 我這次 我兩個 不是 我 我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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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細胞蠻好的 馬上說會倒一半以上的成員 我不確定會不會 但我覺得大家參加意願一定不高 就是我覺得不能用強迫式的啦 脫褲子 有嗎 運動會的時候有粉絲在現場脫褲子 這是可以的嗎 這是可以的 沒有被出鏡啊 TSH已經要發10單了 而且他們的制服好可愛喔 哈囉春林晚安 日本是馬拉松大國 台灣算是腳踏車大國吧 我現在還是嗎 我算是很貫徹吧 我腳踏車騎了十幾年了 超愛腳踏車 蛤 有粉絲在運動會的時候現場脫褲子 那怎麼沒有被出鏡 怎麼沒有被出鏡啊 台灣捷安特蠻有名 欸 U-bike不就是捷安特嗎 所以特別好騎啊 以前從來沒有騎過捷安特 根本不敢妄想 但現在有U-bike 人人都可以騎捷安特 捷安特能講嗎 算了 我都講了 接插車 好煩耶 我會不會看不到你們 我不知道 我剛剛都講了 沒有什麼機會接到捷插特代言 應該也是 人家也不需要我們代言 已經 明聲遠 聲明遠步了 對 明天官網大頭 沛沛沛烏鴉嘴 這樣我會成為第一個 你知道 因為 因為解插特 而被處分的成員 如果真的因為這個被 但如果是因為解插特被處分的話 我覺得OK啊 就 至少人家是個大牌子 如果我今天因為講了麥當當 而見不到你們的話 那我會很O欸 如果這樣的話 我覺得麥當當 至少要 至少要給我一個廣告 或是什麼 我才會甘心喔 不然我會很不甘心 麥當當跟打 是嗎 麥當當的市值更高 居然喔 因為我是舊東西的單價而言 就是 因為 結插特的東西 一台就不知道 不過我沒有概念 反正超貴的吧 我記得 麥當當你有50塊 你進去就可以買到東西 啦 官網分類會分在麥當當 並不會有這種分類好不好 我覺得愚人接收倒是有可能啦 但我覺得這種玩笑還是不要隨便亂開好不好 我的心臟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大坑 現在不只50了吧 可以啦 又沒有要買套餐 隨便買一個什麼 蛋圓冰淇淋也好啊 買得起東西就行了 知名女團成人 音說的這三個字被公司處分 粉絲表示太誇張 欸這個標題真的很很新聞欸 這很新聞標欸 現在還有1加1 現在還有1加150元嗎 我平常 我很久沒有進去賣當當 現在還有 那還不錯啊 那還不錯嘛 賣當當這個東西對我來說太貴了 太貴了 沒有營養 現在是1加189 蛤 是喔 剛剛不是有人說還有1加150嗎 也有1加150 也有1加189的是不是 只是50的品項變少了是嗎 哇 這悄悄在漲價 以後就會慢慢的沒有50了 就像那個茶葉蛋一樣啊 就是從 以前最早才6塊7塊錢 然後現在 10塊13塊 然後聽說有的地方 有的地方 只有賣18塊的所長茶葉蛋而已 然後因為我也很久很久沒有買蛋了 我上一次是去早餐店 然後因為現在很多地方都缺蛋 然後他問我要加蛋嗎 我想說早餐還是要加一下蛋吧 但我沒預想到就喔 現在加蛋已經要15塊錢了 然後我就想說 以後早餐還是自己做好了 然後我就去 雜貨店 我看到雜貨店好多好多雞蛋 我想說不是說現在蛋荒嗎 雜貨店名證那麼多雞蛋 然後我就挑了9顆 結果趁出來他說89元 就是 但是 一顆雞蛋已經是差不多要10塊錢了 以前是 所以我突然理解為什麼 去早餐店加蛋要15塊 因為光是 一顆蛋 用秤重的 他成本加就已經10塊錢 也不是說成本價 就是 以我零售去買的話 他就已經10塊錢了 那如果早餐店還要賺的話 他賺5塊錢 也差不多 就是哇 現在蛋貴成這樣子 而且我還故意挑小顆的蛋 因為我知道現在蛋比較貴 但是我覺得就是 又不可能家裡沒有蛋 因為蛋做什麼料理都很方便 然後我不買不知道 買了才會 哇 一顆蛋 這樣就要10塊錢 好貴喔 對啊 我買了 我是蛋價 飆漲以來 第一次 買蛋 然後我就覺得 我其實也撐了蠻久 買了之後覺得 哈哈 我還是吃肉算了 肉還比蛋便宜 這樣我一籃蛋要1000多 真的好貴喔 夜市牛排 對耶 夜市牛排 那現在還會有蛋嗎 還是只剩鐵拌麵 對啊蛋很貴 還不如吃肉 肉還比較便宜耶 怎麼會這樣子 下次會不會生血針公演也要漲價了 應該是不會啦 而且其實我覺得生血針賣330本 就已經蠻貴了 如果再漲的話 真的沒有人要買了 公演也是啊 我覺得不會再漲 我覺得可能是食物 食物一定會漲 因為大家一定要吃 可是如果娛樂方面漲價的話 可能會 就是願意消費人就變少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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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蛋有 蛋有正常嗎 我最近才買的 我覺得好貴 我前幾天才買的 為什麼要用89這個奇怪 不是買 我就蹭9顆蛋 他就說89元 好 便當都漲價了 真的 連我們家附近 那個50元的便當 他已經 就是挺過好幾波漲價 已經 漲到大家都說 現在哪裡還有50元便當 然後他 最後還是漲了 我記得是 今年才漲的還是去年 漲的 反正現在真的 我們家這邊也沒有50元的便當 50元可能只能買到菜飯吧 Mina只能吃炭烤 炭烤是最貴的啊 不過炭烤這種東西真的是 久久吃一次會很滿足 但我覺得吃炭烤可以 控制在100元以內已經算不錯了吧 因為我每次吃炭烤 我大概吃4隻差不多 80塊 我都選 都選一隻20塊 選4隻就差不多了 但是因為我肚子很餓的時候 我不會選擇吃炭烤 炭烤的話 是我有點嘴饞 然後肚子又沒有很餓 的時候會買的 如果我很餓 我一定不吃炭烤 因為炭烤要吃飽的話 要吃好多隻 奶奶上次買了150 但是因為奶奶會選肉啊 我的話我就 我都不太選肉 因為我本身我也不愛吃肉 什麼有人家附近還有50元便當 欸 是在北部嗎 喝 飲料我現在已經買不起了 對 偶爾啾啾請大家一次 倒是可以 但我自己 我自己是沒有喝啦 但我覺得飲料太貴 我捨不得喝 我還是喝水就好了 雞脖子 對有雞脖子就不錯了 因為我本身我也不愛吃肉 我就最喜歡啃骨頭 我記得上次公演 我不是沒有吃便當嗎 然後我就是帶回家 晚餐再吃 然後奶奶也沒有吃晚餐 然後我們就兩個人一起吃 一個便當 怎麼覺得好心酸 其實Mina公演的時候 故意中午不吃午餐 這是為了晚上帶回家 跟奶奶一起吃一個便當 便當的下落 對在我跟奶奶的肚子裡面 但是因為我本來 我本來就吃的少 就便當的飯 我從來沒有吃完過 可是因為那天跟奶奶一起吃 所以就有把飯吃完 然後因為我是選 我是吃雞腿便當 所以我回家的時候 就把雞腿放到氣炸鍋裡面 就是熱一下 然後奶奶就 奶奶就先吃 因為大家知道我吃便當的順序 就是我會一格菜一格菜這樣子吃 然後奶奶的話就是那種 毫無順序可言的 好所以其實可能這樣才是正常的人吧 一般人可能不會像我這樣 就是便當是一格菜吃完才吃下一個 然後最後一個在吃肉 然後剩下就是一堆飯 反正我那時候就在吃配菜的時候 然後奶奶就說 那我先吃肉囉 因為反正我知道你喜歡吃骨頭 那我就先咬肉了 然後我就 喔好啊 講完之後都覺得 這到底是 到底是 是我很怪嗎 就是因為奶奶很了解我 所以她就先 她就先幫我吃肉 然後她就吃得差不多的時候 我配菜也吃差不多了 然後我就開始吃她吃的骨頭 也不是吃到見骨的那種啦 就是她會把大部分的肉先吃得差不多了 然後剩下 太慘了吧 這骨頭很好吃啊 骨頭 平常好可憐 我也覺得我什麼聽起來有點哀傷 但我是真的沒有很愛吃肉啦 反正那天就剛好我們兩個 有把便當吃完這樣 我最近 但最近高麗菜超便宜的 我上次買 這麼大一顆35塊 超大的 已經吃好幾天了 正常奶會這樣吃便當 你們覺得我是正常奶嗎 我最近已經說我喜歡啃骨頭了 奶奶也非常了解我 對 喔然後 而且上次直播的時候 奶奶不是咳得要命嗎 上次直播是禮拜一嗎 今天已經禮拜四了 禮拜一的時候直播 奶奶狂咳 然後 她就說什麼 她是什麼 知氣管炎 然後結果 隔一天 隔一天 隔一天我就覺得 我覺得怪怪的 然後我就問奶奶說 妳有沒有再去看醫生 妳真的是知氣管炎嗎 怎麼會咳成娘 然後奶奶就說 喔 是 A流 流感 然後我就想說 妳流感為什麼我不問妳 的時候妳不主動說 我問她 結果她一直流感 然後給我在家一直狂咳 是有在乎我的感受嗎 因為我是真的覺得 我為什麼會問她 是因為我覺得 我好像 因為我很 我很敏感 我很知道自己的身體狀況 就是奶奶那時候一直咳 然後說她是知氣管炎 可是第二天的時候我感覺 我覺得我喉嚨這邊有一點點 就是有一點腫腫的 可能有一點發炎的感覺 我覺得有點腫腫 所以我覺得她應該 她應該 不可能只是知氣管那麼簡單 然後我又再問她一次 然後她跟我說她是流感 就是我感覺我喉嚨有一點點的腫起來 可是因為我之前 我之前有得過A流 對所以我在想可能是有 那個抗體在 但是 我到現在我還是覺得有一點 腫腫的 所以可能 但因為禮拜一到現在也已經 三天左右了 所以我覺得 我不知道 可能我的身體還有一點點的抗體 因為 但是因為流感會變 所以我覺得可能 就是 還在抗爭中 但我目前就是除了我覺得 喉嚨有一點點的 種種之外 沒有其他 就是我沒有發燒 因為奶奶是發燒咳嗽很嚴重 對 但我沒有其他的症狀 對 但我還是覺得奶奶很欠揍 奶奶超欠揍 她是 一直咳 然後完全沒有在遮嘴巴的 所以她今天回家 然後我馬上把她趕走 我就說你還沒有好 你才第三天 因為流感至少要五天以上才痊癒吧 而且 因為她跟我說她昨天去醫院 直接叫她幫她 叫醫生幫她打一針 她說已經好很多 然後就回家 結果她回家還是一直狂渴 我就說 你明明就還很嚴重 你給我滾去爺爺家 然後就把她趕走 超生氣的 然後她還是一臉委屈說 我有戴口罩了 又不會飛沫草 我就不管你 滾出去 我就把她趕走 氣死我了 她回家的時候我都不跟她講話 她一直想跟我講話 我想說她講話 就算戴著口罩 也不是完全的 密封 還是會有危險 她好很多的定義 就是她原本是咳到快死了 她現在是 就是大概每 每兩分鐘咳一次的這種頻率在咳 但還 就是沒有好啊 反正她就硬生就被我趕走了 不想跟她多講話 氣死我了 到時候萬一我有什麼 我真的 我現在身體還在努力 而且我最近每天都有吃B群 B加C群 希望我的身體可以撐住 但我覺得我之所以到現在還沒什麼大症狀 真的是因為我之前有得過 反正奶奶趕去樓上隔離 她不會想要住在我們家樓上 我們家樓上已經就是 基本上是個廢墟了 她去爺爺家的話 有很多好玩的東西 還有吃不完的零食 那爺爺不就 但因為爺爺是有打流感疫苗的 對 所以她沒事 但我沒有打流感疫苗啊 早上就去打了 而且奶奶是剛確診完 她連假的時候確診 然後確診完之後馬上就流感 她可以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嗎 她真的超危險的 就是 這疫情那麼嚴重喔 然後她可以撐了三年都沒有確診 而且她也沒有特別的就是 就是她不是像竹竹的話 她是那種防疫打人 就是到處你隨時看到她在那邊噴酒精 然後還有消毒什麼的 奶奶完全沒有 但她一定是撐到了今年才確診欸 然後 就 確診完之後馬上A流 就是她很奇怪 她好的時候什麼都好 然後 一生病就是各種病欸 她之前也是這樣子 就平常 身體都很好 就是她一年也不會看幾次醫生那種 可是她一旦 一旦感冒了之後 然後可能接下來又有什麼急性肠胃炎 然後再來又 有什麼東西 就是她很奇怪 她這個人平常都不生病 她平常在家都沒穿衣服 也不會生病喔 我那種冬天有時候著涼可能會小感冒什麼 可是奶奶不會 奶奶平常就是沒感冒 可是她一病喔 就是各種病全部都來 對不對 我都不知道這樣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就是 她要生病的時候就是各種病欸 奶奶危險是防疫觀念嗎 她本來就 我不知道欸 她 她算是蠻佛系的吧 就是之前疫情那麼嚴重的時候 她還是 各種活動她都去參加 那種人幾人跨年她也出門 然後我的話就是那種 好啦本來就不愛出門 然後有疫情的話就 給自己一個更好的理由 絕對不是沒有人約我出去 跨年喔 我只是因為 疫情想說就是不要群聚 才自己一個人在家的 對啊 還不是沒有人約 疫情給我自己邊緣的一個 一個藉口有沒有 奶奶會不會很討厭吃藥 奶奶是不愛吃藥啊 奶奶是不愛吃藥的啊 她身體為什麼那麼長 因為她每次看醫生 醫生開藥叫她要吃完 她每次都不吃完 然後小病就拖成大病 這個時間感染流感也蠻奇怪 我都不知道她在哪裡感染的 真的要好好保養自己的身體了 奶奶 奶奶畢竟她也這把歲數了 就是身體比較不好也是正常感 她說我的腳好了嗎 欸我覺得好像 我覺得好像 昨天的時候 昨天的時候 就是 如果是有做下去的那個動作的時候 我發現 就是 又痛 還是會感覺到痛 沒有之前那麼痛 但是還是有 但今天感覺又變好了 就是有種 不知道欸 就是時好時壞了嗎 我一直在想說 我到底是 我想說 奶奶會是之前 腳踏車車禍的時候 的舊傷嗎 可是我記得我那時候 你們記得我那時候是 是右邊的屁屁瘀青吧 就是因為 有人記得嗎 因為我記得我那時候是這樣子倒 我那時候是這樣子倒下去的 我那時候到底是 我有跟你們講嗎 我那時候到底是倒左邊還是右邊 有點忘記了 我的手這邊 我那時候是哪一手瘀青啊 忘記了 我那時候 好像是右手我記得 忘記了 因為現在完全好了 看不出來 好像是右手啦 我記得是右手 都是右 因為我是右邊倒 那就不是之前的舊傷 我自己也是覺得我蠻厲害的 就是我 我之前公演前一天出 不是公演前天 不是公演當天出車禍 不是前一天耶 不是公演當天耶 好這還是有夠衰的 好然後這次是 就不知道為什麼是扭到了還是怎麼樣 對 但是我還是去跳了公演 然後之前 我上次得A流是什麼時候 就是拍勇往之前的MV的時候 我那時候真的發燒 超級嚴重的 在那個阿里山上 A流 但是 但是拍 拍MV的時候 看不出來是 A流的人吧 那時候我跟七七其實都 都是A流 應該是 因為我們症狀很像 可是下山之後 我們才去醫院 就是拍完整個MV之後 我們才去醫院 然後那時候去篩的時候 只有我是 A流 七七已經沒事 但是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 A流這種東西 是可以平自身抗體 讓他篩檢出來 是陰性的嗎 反正我那時候 下山之後 我還是 我還是陽性 然後就回家被關了 就隔離 MV看不出來 沒聽過A流 對阿 反正那時候就是 上阿里山 之後沒多久 然後就是 我跟七七都 身體出現不太舒服的狀況 對 然後 因為小迪的話 他那時候也是A流 但他是在 上山之前就有症狀了 所以他 他才沒有參與到 那一支MV的拍攝 他自己也很難過 但是 我跟七七是已經 到阿里山上之後 才出現症狀 然後我就想說 完蛋了 應該逃不掉了 應該就是A流了 對 阿里山不是很冷嗎 阿里山溫差很大 就是正中午的時候 然後我們在那個阿里山的觀景台 那個平台上面跳 太陽超級曬的 可是太陽一旦沒有之後 又是冷的 對 然後那時候就是拍完休息的時候 我跟七七就會馬上坐到旁邊 因為那時候 我們雖然都是發燒的狀態下 硬跳的 但 MV真的看不太出來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也是 就怎麼講 我其實平常也不太會生大病 但不知道什麼 工作的時候 常常就是會 有一些狀況 但是意外的 我就是蠻 這算是身體好嗎 還是只是單純很難撐而已 就是 反正 雖然表演或是什麼活動前 會有一些什麼狀況 但是 我自己覺得 至少我不說的話 其實大家是看不出來的 對 但是我很怕 我剛才說了之後 當有人 有人跑去看有網之前MV 就說 對耶 那時候看起來Mina應該是有點發燒不舒服的狀況 這種我就會 很生氣 就是 不要在那邊 假裝關心好不好 我真的覺得看不出來啦 對 反正就是 我自己覺得我身體算是 算是意外的蠻好的 就是 雖然身體有一些狀況 但 都能夠 撐完 然後也 就是也沒有到昏倒 或是什麼 我覺得都還算是OK的 我能檢視一下有沒有新留言 我都講成這樣應該沒有 沒有人那麼不事項的在那邊 對 Mina的抗痛能力很厲害 算是吧 畢竟平常吃辣也是在訓練我的痛絕 很多人一起活動很容易這樣吧 對啊就是 一有人生病很容易就會突然團體大家都生病 這樣子 疫情戴口罩有比較少生病嗎 我覺得有 我真的覺得有 而且可能也是我自己的抵抗力 有變好 就是因為我從疫情期間我就開始 有吃保健食品的習慣 B群啊 維他命C啊 然後 然後 魚油啊 益生菌啊 就是這些保健食品就是天天都在吃 就是 其實你要說吃這些保健食品 到底有沒有 到底有沒有 我也不是很確定 但是 就是吃一個心安 對 但確實就是疫情來 我不知道保健食品有沒有關係 可能戴口罩也有關係 就真的比較少生病了 就覺得自己 身體 有比較好 保健小達人 對 就雖然說我平常 吃東西算是蠻省的嘛 但是我覺得 省歸省 我每天都有營養均衡 然後 保健食品 一個都沒少 就是 我覺得身體 你身體是很重要的 Mina有推薦的保健食品嗎 我覺得 B加C群就蠻 蠻好的 其實這是最 最基礎 簡單的保養 對 像魚油的話 我也沒有每天吃 就可能是 我知道我今天 可能 比較沒有什麼 攝取那麼多營養 比如說 如果今天去外面吃大餐 或是吃什麼 我就不會再吃 這麼多保健食品 就是我 我會自己衡量自己 今天的營養素 然後再 因為我自己知道我今天 午餐晚上要吃什麼 我是自己決定的 所以我大概知道 自己大概缺少什麼營養素 或者我今天 可能最近水果比較貴 水果吃比較少 就會再額外吃 維他命C 這樣子 一生菌每天吃 但是也會看身體狀況 就是 平常日常保健的話 我就是一天一包 當然我覺得最近好像比較 比較缺一生菌 可能就會一天兩包 就是我會自己衡量自己的身體 我是養生系偶像 對啊 因為我要陪大家到一百歲 對啊 雖然說偶像是有年限的啦 但 就 即便之後不是偶像了 我也希望可以 陪大家到一百歲 除非我 身體很不好 我覺得我必須要 隱退 隱退 從藝能界隱退 不然我很想 想要一直 一直陪大家到一百歲 謝謝QMK掌聲鼓勵 全一生菌會怎樣 就是可能今天吃的東西太 太油膩了或是什麼了嗎 身體感受得出異生菌了嗎 沒了嗎 會啊 身體會告訴我 我今天 我今天需要很多異生菌 謝謝鍾影的鍾情玫瑰 我算天山同老的類的都不會老 第一次聽到有人說天山同老這個詞 我是什麼 我是什麼 吸了 蘿莉的 年輕經歷 的可怕老老嗎 什麼都可以不老 感覺好可怕 我腦中有各項維生素的指標 對對對 大概今天 維生素A缺少了 要再另外補充 那個夜酸 維生素A 但我真的算是 我真的算沒什麼變老 好像 但有可能是因為我飲食習慣吧 除了偏養生之外 但是其實炸物或是什麼不健康的食物 也是有在吃 但是我覺得可能主要原因是 我很喜歡有膠質的食物吧 像之前你們說木耳我很愛吃 然後 QQ的東西啊 豬腳雞皮這些 我也不知道耶 但我之前 上網搜尋過膠原蛋白 這個關鍵字 然後都說 人家說其實吃豬腳這些根本沒有用 因為分子太大 身體根本沒有辦法吸收啊 就是要你買什麼 膠原蛋白粉那種說才是有用的 可是 因為有一些人說其實膠原蛋白粉根本就沒有 就我也不是很知道 但我只是想好奇 就是為什麼 我膠原蛋白都不會變小而已 都跟年輕成員在一起 心態比較年輕 是嗎 但我只是覺得 年輕成員心態都蠻成熟 像晨晨那種他總是很老神在在的樣子 然後像我的話就是 每天都慌慌張張的 我反而覺得我的心倒是很年輕 就是可能因為我以前個性比較內向吧 所以 就是外面的世界可能已經過了兩三年 但是我還是 那個我 因為我沒有什麼跟外面的人接觸 就像我最近 我最近 看那個孤獨搖滾 就看完之後覺得 就是 因為裡面的那個主角 就是常常會 陷入自己的那個小小世界 當然我沒有他那麼誇張 但是我感覺我好像就是 真的是那種 因為在自己的世界 陷進自己的世界裡面 所以 時間過的特別的慢 但是其實外面的人 已經就是過了好多年 然後我還是在自己的世界 然後一回過神來 旁邊身邊的朋友 都結婚生小孩了 然後我還在那邊 是 跟人生意念也有關 可是我也不算沒有什麼歷練啊 就是我打工我也有打過蠻多的啊 就是可能 我自己覺得可能是因為我個性比較 就是會在自己的世界裡面吧 所以比較沒有 沒發現旁邊的人 在幹嘛 有時候旁邊的人講的話題 比較 複雜比較大人一點的話題 我就會 開始 放空神遊 對 有時候會 讓你們覺得我好像是外星人 其實搞不好我是外星人 我自己有時候也覺得 我好像跟人類的那個頻率有點 對不到 就是有時候講說到底是 我太奇怪還是人類太 無聊 是為什麼人類 就是 這麼無聊 因為我常常會腦洞大開啊 或是什麼 就有時候覺得 雖然覺得自己好像很邊緣 但是 但其實可能是跟地球人的磁場不太合吧 呵呵呵 呵呵 我想要統治人類嗎 沒有 我誕生在地球上 我就是為了要療癒地球人的 我的使命 我真的說過很多次 但是你們真的不要覺得我很 頑強還是中二 就是我真的覺得我這個人生下來 即便我不當偶像 我就是要來 貢獻這個社會的 就是當偶像也是算是 另一種方式的貢獻 就是比如說我可以帶給大家 歡樂 讓大家獲得心靈上面的 紓壓 這是我對這個社會的貢獻 那即便我今天不是偶像 我也是很愛做志工的人 就是我覺得我 我不知道 我就一直覺得我生下來 我有一個使命 我就是要 我就是要奉獻這個社會的 我如果不去做這件事情的話 我會覺得很奇怪 這真的不是 這真的不是在催喔 這是 我真的從以前我就一直覺得 我就是很喜歡 很喜歡幫助別人 就是幫助別人的時候 我才會覺得我這個人的存在 還是有意義的 如果我今天沒有辦法幫助別人 我就覺得那我 就是我沒有做人的意義 就是我 我的使命感 告訴我 我必須要 是個善良的人 我必須要 造福這個社會耶 就雖然我好像 我其實沒那麼重要 就是在 這個 地球中 好像不是一個很重要的 我沒有像超人那麼厲害 可以到 就是你知道 飛來飛去拯救世界 但是 我也不是那種要統治 地球的那種領袖人物 但是我就是在我自己 小小能力範圍 可以 就是去做一些事情 以前我都不敢講這種話 就是在我成為偶像 之前我都不敢講這種話 但是 成為偶像之後 反正就是可以亂講話 有沒有啦 就是 就是 偶像本來 能夠成為偶像 對我來說 已經是很 夢幻的一件事情了啦 就是 我正在夢想時間的道路上 然後我這個人 我就要不成為偶像 我也是一個很 就是很 有夢的人 但是如果我今天沒有成為偶像 我講這些話 就會讓人家覺得就是 就是你瘋子吧 你到底在講什麼東西 但是成為偶像的話 好像稍微可以講一些那種 就是在 平凡人聽起來不是那麼 比較不切實際的一些話 但是因為我是偶像這個身份 所以感覺好像比較 有資格可以講這種話 我不知道 可能說Mina是他們看過最善良的人 有嗎 但我 對啊 我這個人已經這麼笨了 我要是 不是 就是 善良的人一定就等於分 好像也不太 不太一樣 那以前如果要我想我的優點的話 我好像會想不太出來 但現在如果要講我的優點的話 好像就是善良 好美 謝謝我已經都好美鬼 單純跟善良不一樣 單純跟善良 我應該 兩個都是嗎 還是其實我並不單純 謝謝龍哥帶你去流浪 好謝謝拿入口口的小雞蹦蹦 有點是臉頰肉 嗯 切開是黑的 倒倒也不至於好不好 好 謝謝熊熊的戳戳你 但有時候我覺得 單純喔 自己 我是一個很單純的人嗎 但有時候我其實覺得自己也沒有大家想像 那麼笨 是大家都 誤會我了 所以 我有時候覺得其實我也沒有很單純 是你們把我想的太單純了 棒 謝謝KH追了香檳 謝謝夏理的獸唆 你 謝謝夏理的獸唆你 有聰明的地方 只是你們平常看不到 是在哪裡 講了我都好奇了 跟你們的腹肌一樣對不對 其實每個人都有腹肌啊 只是藏在我們平常看不到的地方 講什麼呢真是 謝謝兜元 螢光放 突然很有道理 你看這就是我聰明的地方吧 我知道我的聰明是什麼了 是小聰明吧 就是那種 靈壓歷史的部分 滿嘴幹話 這是我的小聰明 講這邊有心虛嗎 怎麼會心虛呢 我最擅長就是睜眼說瞎話 你們看看我這誠摯的眼睛 看起來是在說謊嗎 今天直播好有內容 哪一次直播沒有內容 我們直播就是 絕無冷場啊 我們直播 如果兩個小時就是兩個小時 滿滿的都是精華好不好 最怕就是沒有人跟我一搭一搶 因為我一個人是 我不是一個很好的 MC主持的部分 的主Key 所以就算是直播 我也必須要大家跟我一搭一搶 對 我們唱雙簧啊 沒有人跟我搭的話 我也是講不出乾話 我們是那個 互相相輔相成的一個存在 對 除了烏梅紫漿還有翻唱什麼其他歌曲嗎 有很多 你聽過烏梅紫漿居然沒有聽過其他的歌 最新的一首應該是Night Dancer 就是我前陣子最大愛的一首歌 最大愛是什麼 前陣子真的被那首歌洗大一個不行 直到出現了overdose之後 現在 現在 現在的愛是overdose 對 我的IG上面有非常多 的翻唱歌曲 日文的中文的 粵語的都有 Mina五月公園不用帶 對啊 對啊 我看到公告的時候想說 我不用帶一了 本來想說可以多賺兩個便當 可惜啦 可惜啦 不過也是啊 下個月總共四場也是有點累 好啦跳兩場夠了夠了 也不需要太多便當 精華不知道怎麼剪 不要把這個當作偷懶的理由 Mina覺得自己是裝傻還是吐槽 我覺得我 我一人分飾兩角 我會自己先裝傻 完之後再吐槽自己說 搞什麼東西啊 一個人可以分飾兩角 因為我有點 就是你知道 我是多重人格 還是人格分裂 差不多吧 我真的覺得我有兩個人格 這次五月有兩場公演 有推薦看哪場嗎 跟你們講 兩場都值得期待好不好 主要是看大家的時間啦 但一定每一場 每一場都很精彩 對 右臉裝傻左臉吐槽嗎 哪一臉看起來比較傻一點 我先發呆看看 哪一臉好像 我覺得右臉看起來比較傻嗎 因為 臉頰肉比較多 對我覺得我左臉不行 我左臉太容易露餡了 我覺得是右臉看起來比較呆 沒有左臉 因為那個嘴角比較會上癢 比較 比較適合吐槽 沒有啦我真的覺得右臉比較呆 我自己比較喜歡我左臉啊 有線的是嘴巴 嘴巴是表情的一部分啊 我最近長了兩顆很對稱的痘痘 不知道是昨天還是前天長的 左右都有 超對稱的啦你們看 好煩喔 長到我的臉頰肉 長到我的臉頰肉上 這什麼 嘴角痘 謝謝吐司吉的搓搓你 這種時候就很適合點兩顆痣上去 謝謝德瑞克的搓搓你 我剛剛都沒有遮我的痘痘 我真的是很不會遮痘痘 我要把它遮起來 我要把它遮起來 我不知道遮不遮得起來 因為它現在就是有一點凸凸的 所以痘痘還是被蚊子凝視痘痘 我長痘痘了大家 我看能不能遮得住它 我真的很不會遮痘痘 好啦直播都一小時了 大家都已經看光了 大概淡一點點 這樣吧 稍微 意識 意識意識遮一下 消失了沒有消失 根本就沒遮到好不好 根本就沒有遮到 我真的很不會遮痘痘 我真的很不會遮痘痘 好啦我覺得 就這樣吧 我不說根本注意不到 剛剛有沒有突然注意到我的痘痘 只注意到皮膚很軟 其實你們剛剛想說 在幹嘛 還在青春期 完全不是青春期了 怎麼還這樣出青春痘 這是黃梅婷的歌詞 最近的皮膚 最近的皮膚 沒有很好 嘴巴頭也有 但我不是很會遮痘痘 我不太會遮痘痘 所以就沒有特別去遮 而且剛好長在一個山腳地帶 好像有遮痘痘 好像有遮痘痘 Mina額頭會暴痘嗎 我會耶 我會耶 但是我現在是比較好的狀態 我現在是 前陣子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一段時間就會有暴痘的狀態 然後現在的話就是 是 痘疤 偶像是會長痘痘的 我以前不會長 但 可能 是不是年紀大了 什麼都說年紀大 最近睡太少了 沒有 是前陣子啦 前陣子 前陣子皮膚不太穩定 我怎麼會滑去 我有看到那一段 有 我有看到那一段 Mina姐姐也愛你喔 小雨 女生有痘痘心情會不好嗎 我覺得都會吧 但不會到影響很大 就是 區區一個痘痘影響不了我的心情 比較會影響到我的心情呢 應該會是 粉絲不懂我吧 反正誤解我的話 我會心情很不好 真的會睡不著覺的那種 痘痘的話 還好不太 其實不太會影響到心情 但是就是 你早上起來 我就要看長痘痘的位置喔 最討厭的是那種 長在這個這個位置 就是這種 就是臉的正中間 還是鼻頭之類的 就是真的 你一起來看到 你就會覺得 天哪我皮膚怎麼那麼差 但即便你只長了一顆痘痘 但他如果是長在這種位置 你就會覺得 就是很影響心情 但其實不照鏡子也沒事 對對對 長在人中真的是蠻的 但我印象中我好像沒什麼 長在這種位置 半夜氣到想要繼續罵 小子半夜氣到想要繼續罵 氣到我連在夢裡都罵粉絲 氣到我連在夢裡都罵粉絲 氣到夢裡都夢到了 這真的很氣耶 超級在意的 我好像也會長那麼多 我以前不會長 我知道 我覺得是我的生活習慣 就是進TP之後 越來越晚睡 我以前是12點整一定會睡覺的人 然後我現在花差不多一點 才會睡 夢裡就直接打了吧 就不知道是做夢啊 我就是太善良了 我沒在夢裡把那粉絲打 好沒事 差點講出什麼可怕的話 就怕痘痘長在鼻孔裡面 這話題是可以聊的嗎 鼻孔裡面 長在鼻孔裡面是 我有長過在鼻孔裡面嗎 沒什麼印象 奶奶一定常被我打 哪有 我是被奶奶打的那個 好不好 我才不敢打奶奶 我這麼孝順 是不是 我怎麼會打奶奶 奶奶身體那麼不好 要是一打他就怎麼樣了 我可負不起 在鼻子周圍會超痛 我好像很久沒有長在鼻子周圍了 有點沒有什麼印象 我比較會長在下巴 沒有我最近 沒有我最近長在臉頰 這邊 而且對稱的 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長在這麼奇怪的位置 我剛剛堆積 所以 我也不知道 人家營養太多 有吃很油嗎 還好吧 我就 我正餐都吃的蠻健康的 但是 有吃零食 可能是零食比較油 我 上次直播臭奶奶的畫面 我上次直播有臭奶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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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沒有印象 我會在切菜的時候想 粉絲然後用力狂錢嗎 不會啦 這太可怕了吧 這有點可怕 我不會做這種事情的 好可怕 鼻子的點點還在嗎 鼻子都有啊 我鼻子上本來就有黑痣 而且我最近發現 我的黑痣越來越多了 但我不想跟你們講 因為講了之後 你們就會很在意 反正我鼻頭 這是黑痣不是痘痘啦 從這些留言可以感受到 那麵粉都怪怪的 沒事啊 反正我各種怪的問題 我都能夠回答 鼻子有臭都是美人 是嗎 可是長在正中間 你看 奶奶然後我大笑 喔對耶 上次直播唱的縱使被你們都 破壞了啦 謝謝竹倫的香檳 今天感覺能唱幾首公演的歌 七七面面也都鼻子有致 可是 可是 正中間耶 有人長得那麽正中間嗎 就是一個老鼠會出現的位置 可以再唱一次嗎 好我今天再試一次 不要 我真的是絕對不看你們留言 真的是 奶奶已經沒有趕走了 他這個A流 他這個病毒 有 鏡頭上看不到還是有啊 我只要這樣按就看到 因為那個光 光這樣子打看不到 可是我只要這樣就看到 這是紙 這是他 來 奶奶會不會哪天就流落街頭 不會啦 爺爺會收留他的 奶奶咳嗽是因為A流還是直氣管 當然是因為A流啊 直氣管那個醫生可以out了好不好 亂看一通 罐頭語可以用一個嗎 用什麼 我解鎖了新的臉部特效 白色貓咪 我有新的臉部特效了 等一下 我要新的特效 怎麼會有 我怎麼會有這個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貓貓 為什麼我有這個 時速滿了 不知道耶 剛剛突然解鎖的 我變成一隻貓了 有多少靈活 對啊 好吧 我以為他是會跟著眼睛動的 可愛 剛剛才說我屬鼻子 然後我就有 貓鼻子了 我要吃鱈魚動感嗎 好啊 鱈魚也可以 喜歡吃魚耶 好可愛 我終於有新特效了 浪這邊好難獲得新特效 冠冠冠冠冠秋代 冠冠秋代 魚好大 還好啦 魚經理昨天曉得我 昨天那是狂風暴雨的 還誰在等待 我們是堅強的小孩 昨天超可怕耶 我會颱風天耶 這耳朵動得很厲害耶 我看到你們心情有多激動 我耳朵動得就有多快 他好像是隨著我眨眼 會動 我這樣也變神經失調 真的耶 我眨眼越快 他動得越快 昨天打雷好大 春雷 春雷來了 感覺我眼睛痛 好像很多特效都跟著眼睛走 因為眼睛是靈魂之窗啊 眼睛是不會說謊的 你看說謊的時候 不只眼睛看得出來 耳朵也看得出來 我在說謊 不可能把橡皮筋套在貓咪的耳朵上 不可能吧 因為 因為 貓貓會咬你 昨天半夜Mina醒了嗎 沒有耶 我是可以秒睡的那種 我就整點一段 就開始不行人事 開始打呼 開始磨牙 我是睡超快的人 而且我一睡下去之後 旁邊發生什麼事情 我都不知道了 我有看到大熱門的吃辣挑戰嗎 有啊 可是那天有培訓 所以我現在有點糾結了 不知道能不能去 宿舍很多貓食成員也在吃 宿舍很多貓食成員也在吃 對 我上次去宿舍之後 然後他們就拿出貓食 然後問我說 你要吃嗎 我想說 我是客人耶 我是客人耶 然後他們就自己在那邊一邊吃 說你不吃喔 這很好吃 我想說 為什麼要吃貓吃過的食物啊 我才不想要 才不想要 那獅子咬我 奇怪 獅子打我 對啊 現在去宿舍他們會招待你吃貓食 這是宿舍最尊貴的零食了 對 沒有什麼 我不知道 沒吃過 我不想要跟獅子吃一樣的東西 對啊 我身為一隻老鼠 我怎麼可能吃貓食 我們老鼠的食物是比貓咪 還要高貴很多 欸我現在是貓耶 我在裡面說是一隻貓 我在這邊講一些 老鼠很高大上的言論 也太違和了吧 欸對 我現在明明是一隻貓耶 喵 然後我現在就要吃貓食 因為是很正常 錯了 對啊 怎麼會這樣 忘記我現在是貓了啦 好 以為自己是倉鼠的貓 我是啊 我雖然現在外表是貓 但我內心還是一隻老鼠 謝謝龍哥的告白會員 貓甲鼠圍 貓甲鼠圍 好像沒什麼意義 因為老鼠很不為縫 老鼠超級好欺負的 謝謝小儀的 羅佩甲鼠圍 好吧 我們要來唱一下歌 沒 我想想 今天要唱什麼歌呢 現在的貓都不抓老鼠了 為什麼 大家有想要聽的歌嗎 我會抓蟑螂嗎 我會抓蟑螂嗎 我不會 我是老鼠啊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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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老鼠在日常生活中太慘了 所以只能藉由動畫 就是 讓他們享受一下那種 虛擬世界的快感 對 想要聽烏梅指醬 烏梅指醬 我直播沒唱過嗎 我怎麼記得我Cover完的時候好像會唱 還是來 自彈自唱一下 我真的不敢做 我真的已經不敢做了 我真的不敢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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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虛擬世界是老鼠唯一可以贏過貓的時候 有鼠梅指醬嗎 鼠妹這樣太牙敗了吧 感覺是把鼠泥弄到果醬裡面 好啦 我可以來唱一下 下雨的歌也不錯 來首周董的晴天 晴天也可以啊 卡了嗎 不可能每次我說要唱歌就給我卡住吧 是多不想要我唱歌 浪一直要阻止我唱歌 真的嗎 又卡了嗎 浪Live是不是怕我歌唱太好聽 大家會受不了 每次我要唱歌就卡 我現在沒有卡 欸 烏梅子這樣 我之前cover完之後 我直播上沒唱過嗎 忘記了 欸 我卡 我真的卡了耶 哈囉 我要唱歌就卡了 QQ了耶 好QQ 我有唱過嗎 有 我有唱過 欸 是有卡還是有唱過 等一下 現在到底是 好了嗎 好了嗎 OK 好像好了耶 我們只要 又卡了 齁 不如 不如 大家 如果等一下還是一直卡的話 我們不如今天就 我們不如今天就 等一下 不如我們今天就 播一個半小時差不多 就好了 好了嗎 網路不穩 好像一直卡一樣 好 好 好用 好像一直卡 你們還有在卡 還是有一點卡對不對 把特效拿到 應該不可能是特效的問題吧 順了嗎 那 我們現在唱一首歌 看看會不會卡 我們現在唱一首歌 下次一開始直接就唱歌 不想一起來卡 信不信 我下次一開始就唱歌然後就卡 一開頭就卡 那我不喜歡我唱歌 卡一下直播人數掉了啦 好啦 那我們來唱個晴天吧 最近一直笑我們來聽個晴天 劉瑞琪聽一下這個版本 很久沒唱晴天 下雨天 下雨天就是要唱晴天 這版本不知道是什麼樣的聲音 嘿 故事的小 黃花 從出生那年就飄著 童年的當 秋千 隨 記憶 只晃到現在 熱 手手 熄悉的 熄了 從來熄悉 熄悉 來熄悉 熄悉 熄悉 春天 走望著天空 我想起花瓣 使著跳舞 為你教課的那一天 化落的那一天 教室的那一天 我怎麼看不見 消失的下雨天 我好像在另一邊 沒想到失去的勇氣 我还留着 好像在我一遍 你会等待还是离开 刮风这天 我试过握着你手 但偏偏 雨渐渐 打到我看你不见 还有多久 我再等在你身边 但爱放晴的那天 也许我会比较好一点 从前从前 有个人爱你很正 但偏偏 风渐渐 把距离催得好远 好不容易 又能再多爱一天 但故事的最后 你好像还是说了拜拜 为你巧克的那一天 滑落的那一天 消失的那一间 我怎么看不见 消失的下雨天 我好像在另一边 没想到失去的勇气 我还留着 好像在我一遍 你会等待还是离开 刮风这天 我试过握着你手 但偏偏 雨渐渐 打到我看你不见 还要多久 我才能在你身边 等到放晴的那天 也许我会比较好一点 从前从前 有个人爱你很久 但偏偏 风渐渐 把距离催得好远 好不容易 又能再多爱一天 但故事的最后 你好像还是说了 拜拜 我觉得这个Key对我来说 还是有一点点的低 不是很好唱 谢谢德瑞克的浪漫玫瑰 谢谢周姨 诶等一下 等一下 大家 浪这边显示说 我的网络不稳定 会在一分钟之后 关闭我的直播 所以如果一分钟之后 我直播突然关了的话 就是浪把我强制关的 对 如果关的话我会再开来念一下 今天的排行 对但我是希望不要关啦 我就快要11点了 都已经49分了 对啊我不知道啊 而且我现在明明就顺 他每次都在我很顺的时候 然后一半突然把我直播关掉 对啊明明就是顺的 我不知道啊好烦哦 我很害怕 我很怕我等下唱个唱到一半 然后我直播被关掉 对啊明明一分钟之后 关闭然后呢 就真的在很刚好的 一分钟的时候 把我直播切掉 明明我那时候就是顺的哦 我真的生气 明明我那时候就是顺的哦 我真的生气哦 真的是 太闹了吧 好反正呢 对啊 我真的被关 可是我 我手机现在摸起来明明就还好 好的 没关系我们现在最后 还有差不多10分钟的时间 我们就来 要不要来唱一下 像是没唱成功的 纵使在遥远 唱好之后念个排名 应该差不多了 反正我们也一样 不要11点 对说断就断 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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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哦 那我们现在来唱个 好多人都不在啊 我们来唱 纵使在遥远 唱好 我就差不多关播了啦 我真的是要气死了 好 对 今天没有奶奶 我们不会再被破坏 我不会再被你们留言影响了 好不好 我要找上市的那个 咖喇吧 好 那最后的最后 我们来唱这首 纵使在遥远 在唇一萌芽 微风 等一下 我没有没开嗓 再一次再一次 嗯 在唇一萌芽 微风徐徐的清荡 看你 逃走我身旁 灯弓彻底大 在唇一萌芽 将所有梦想 装满唯一的行囊 终于 准备要出发 你老早 你老早 银行 全新的时刻表 张目标 剩了一条 随条条 你老早 却灿烂的行道 却灿烂的行道 总是距离才遥远 天空仍然无际无边 跟从小长大的街 紧密重叠连接 让翩翩 白云和那新的思念 都能来来回回自由穿越 总是距离才遥远 天空仍然无际无边 过着相同的时间 一样一点一点 而即便 我们今天 必须告别 彼此还是会 一生的伴随 在斜坡樱花 晒落零零的阳光 公车一分也不差 开近站牌下 你嘴角上扬 说我很快就回家 对我 挥着手按捺 这一秒 悄悄 你占量这美好 时间行 每个破晓那火苗 真熊熊的燃烧 葬杯上无声蔓延 一起抬头仰望蓝天 一人 一如往常那些年 在月好的地点 把疲倦 烦怒喜悦 倾途安慰 谁也都不会 独自面对一天 总是距离在遥远 天空仍然无际无边 过着相同的时间 一样一点一点 而即便 我们今天 必须告别 彼此还是会 一生的伴随 一生的伴随 糖杯上无声蔓延 一起抬头仰望蓝天 总一定可以遇见 云朵若阴若险 让泪泪 遥遥欲坠 眼底的泪 背风依依的给 吹散 纷飞 糖杯上无声蔓延 一起抬头仰望蓝天 一如往常那些年 在月好的地点 把疲倦 把疲倦 烦恼喜悦 倾途安慰 谁也都不会 独自面对一切 好的也差不多到了今天 要跟大家 说再见的时候了 谢谢科基鱼的 啾啾牛 直播上真的比较 没有那么那个 每次公演唱的时候 为什么都会爆哭 前面跳了非常多首歌 看着大家的 那个 就是 诚挚的眼神 然后应援 就是真的 公演的最后唱这首 真的都会忍不住 但直播的话就好像 还好 反正下周直播还会再见 但这首还是很棒 好的 今天直播差不多了 我觉得现场 就是现场真的 现场看表演就是 感受会很不一样 没有事吗 我没错 我没有哭喔 好啦 下一次直播 我应该是星期一晚上久一点 没意外态 下星期一要抢票 哦那祝大家 抢票顺利 那我来念一下今天的排名 今天的第13名是太空 谢谢太空 第12名是波琛 谢谢波琛 第11名是中影 谢谢中影 第10名是QMK 谢谢QMK 第9名是熊熊 谢谢熊熊 第8名是Akira 谢谢Akira 第7名是柯基鱼 谢谢柯基鱼 第6名是土司吉 谢谢土司吉 第5名是小玲 谢谢小玲 第4名是德瑞克 谢谢德瑞克 第3名是熊哥 谢谢熊哥 第2名是夏娥 谢谢夏娥 第1名是竹伦 谢谢竹伦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直播 那我们下周再见咯 祝大家抢票顺利 大家晚安咯 拜拜 还在一起中考的大家也加油 拜拜 晚安 晚安 用我的猫猫新特效 不是他 猫猫 我的猫猫呢 我的猫不见了 等一下 等一下 在这 在这 大家晚安 拜拜 拜拜 晚安 我要做一个猫猫很可爱的 可是我闭着眼睛 我不知道可不可爱 晚安